我们看一下这个分子轨道的分布特点和共加进的三种类型 我们前面呢讲到了就是在对称性匹配原则允许基础之上 我们原子轨道和原子轨道之间相互重叠能够成建的方式只有14种 之后呢我们把这14种当中呢给它做一个分类 我们前面呢也列出来了第一列第二列和第三列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第一列第一列这里面这六种 这六种它构成了一类Sigma轨道 Sigma轨道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剑轴来说它是呈圆柱形对称的 剑轴是什么轴呢 就是说它呈圆的这个方位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这个剑轴方向就是J轴方向 那就是说从J轴上来看 你比如说这是一个J轴 那么我们要是说它要形成一个化学键的话 它验着J轴来讲是圆柱对称 往J的方向去看的时候 它是一个圆柱形的 这个键是一个圆柱形的对称特点 之后如果说Sigma轨道当中充电了电子 那么这个电子就称之为Sigma电子 当然呢Sigma电子形成的公加键就叫Sigma键 所以Sigma轨道它是一种头对头重叠而来的 你比如说S和S S轨道呢它特别不是很明显 它就是球形 那么它在J轴方向接近的时候 它就头对头重叠 这个就是两个球重叠在一起 这个不明显 我们看什么呢 看PZ 看两个PZ轨道 我们说PZ轨道是 这个PZ是验着这个J轴 它缠绕的这样的轨道 那么两个PZ在重叠的时候 就是头对头 这面一个PZ 假如说这个是J轴方向 这面是一个PZ轨道 绕着这个剑轴的 这面也是一个PZ轨道 它们之间在J方向互相接近 之后头对头重叠到一起 这样的话能够保证 它有较大的重叠空间 因为它的层见能比较大 倍的值比较大 能量比较低 也就是说它层见能 和原来的原子轨道比 它下降的非常多 那么根据能量损控原理 它反见轨道 能量抬高的也多 这是SIGMA轨道 它的特点 我们前面列到的第二列的 那些层见的类型 都属于什么呢 属于Pi轨道 Pi轨道特点是什么呢 是只有一个包含 箭轴的截面的分子轨道 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分子轨道 它存在一个截面 这个截面一定包含箭轴 也就是说 从箭轴方向看 你能看到一个 没有电子出现的 那样一个面 这叫做Pi轨道的特点 Pi轨道是由原子轨道 间并间形成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PX轨道 PX轨道 它要想形成共加箭 两个PX轨道 那么它接近的时候 是一定在J轴方向 假如说我这个水平的 这个轴是一个J轴 垂直方向呢 是X轴 那么两个PX轨道 它在重提成件的时候 是验照这个J轴方向 互相接近 之后呢 重叠在一起 所以Pi轨道 它因为间并间重叠 它的重提程度 就没有 C个马轨道那么大 因此相互间重叠 形成的这个Pi轨道 它的能量 相对于原来的原子轨道而言 它下降的比较少 也就是说 应该C个马轨道 能量下降的非常多 但是它下降的比较少 也就是说 它的成件能比较低 而它的Pi的反件轨道 它的反件的能量 比它原来形成 它的这个原子轨道的能量 要高一些 但是呢 不像C个马反件轨道的能量那么高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从成件轨道能而言 C个马轨道的成件之后 它的能量降低的非常多 而Pi轨道能量降低的 没有C个马多 所以从它的成件之后 形成的共加件的强度而言 C个马轨道形成的共加件 要更牢固一些 Pi轨道形成的共加件 相对于C个马轨道而言 强度要稍微弱一点 能够形成Pi件的这个轨道呢 我们这里面看有六种 Px和Px PyPy 包括DyJ DxJ 这些呢都可以 它形成这种Pi件轨道 但这种呢都是属于 肩并肩重叠 它的强度 没有C个马轨道那么强 之后再看最后一种 就是Delta轨道 Delta轨道并不是很常见 Delta轨道 它的能量要更高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建筑方向看 它有两个界面 不像是Pi轨道 Pi轨道有一个界面 C个马轨道 一样的建筑对称 它没有界面 界面数越多 这个轨道的能量也就越高 能量要是越高的话 越不利于分子稳定存在 形成了Delta轨道之后 这个Delta轨道 也一般情况下 不是特别稳定 往往它非常容易打开 原子轨道重叠形成的 这种Delta轨道 只有两种 一个是DXY和DXY之间 一个是DX方减Y方 和DX方减Y方之间 只有这么两种 这种承电方式 叫面对面承电 两个轨道 验照剑轴方向 水平轴是J轴 这是两个轨道的 两个相对平面 就它们之间 相当于两贴点 这样的承电 叫面对面承电 之后在Delta轨道上面 充填的电子 那就把它叫Delta电子 之后形成的 共加件 就叫做Delta件 你看从这里面来看一下 它的Segma 承电轨道 和Segma反件轨道 这里面有几个图例 比如说S轨道 S和S形成了 这个Segma轨道的时候 你看它重叠的时候 承电上面的那种情况 它两个电子云 互相之间重叠 两个原子轨道 互相重叠 形成的反件轨道 中间存在一个截面 之后左侧和右侧 是这样分开的 不接触的 这是反件轨道 有一个截面 之后再看 比如说 要P轨道和P轨道 之后形成这种Segma键 当然如果是P轨道和P轨道 形成Segma键 那么一定是PJ和PJ 它们两个之间 头对头 一个是PJ的正向 和另外一个PJ的正向 互相接近 之后它们之间 重叠 形成共加键 之后你看它中间 那个重叠区域非常大 两边的相应的要缩小 所以这样的Segma键 是非常稳定的 和它对应的 就是它的反件 那么如果这个PJ轨道 和PJ轨道 在重叠过程当中 一个菩萨的符号是正 一个菩萨的符号是负 它们在建筑方向接近的话 那么形成的轨道 就是一个反件轨道 那反件轨道 它在中间 因为它波函数 它是一个是带正号 一个是带负号的 所以它们之间 不可能重叠 中间就会存在一个截面 截面一再形成 这个轨道的能量 就会提高 再看这个 Pi的承见轨道 和反件轨道 我们说Pi轨道 是肩并肩 比如说是两个PX 它们互相接近 你看第一个图形 之后 它是两个带正号的 这一方向 全都超上的时候 它们接近 那么正和正重叠 负和负重叠 这个时候它形成的 这种肩并肩的轨道 就是Pi轨道 那么如果说 一个是正的朝上 负的朝下 另一个是正的朝下 负的朝上 它们在接近的时候 这个时候形成的 就是反件轨道 你看它的截面 就是两个截面 水平方向一个截面 垂直方向一个截面 而Pi的承见轨道 要有一个截面 它就不像是 Sigma轨道 Sigma的承见轨道 没有截面 反件轨道有一个截面 Pi的承见轨道 就有一个截面 反件轨道有两个截面 而截面数越多 它的能量越高 它就越不稳定 另外呢 就是下面的这个图 也是帮助我们 去了解 就是Sigma轨道 Pi轨道和DT轨道 这个轨道 自身的对称性的 你像Sigma轨道 这个图形上看呢 它是J方向 是垂直一板面的方向 那么你从J方向去看 Sigma轨道 它是按照这个 剑轴这个J方向 是对称的 如果J方向 仍然是垂直与板面的 这样一个方向 你看这个Pi轨道 它在这个水平方向上 它有一个截面 你再看这个DT轨道 仍然是垂直方向 是J方向 它们在互相靠近的时候 你看这个DT轨道 DT的层见轨道 它有两个截面 一个水平的 一个垂直的 有这样两个截面存在 所以截面数越多 轨道的能量越高 越不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